我是Slow Cooker 煲花旗心鸡汤 我有些鸡骨 用雞腿也可以 煮兩隻雞腿也可以 我用滾水 然後骨汁出水 以前我講過什麼叫出水 就是用一盤滾水 放下去煮兩煮 兩三分鐘拿出來 骨汁就乾淨 然後這個Slow Cooker裡面是滾水 然後我用Slow Cooker小火 我打算讓它煮整天 小火 例如你早上七八點出去 弄個Slow Cooker小火 把骨汁丟掉 先把骨汁丟掉 好 記得要出水一下骨汁 接著我現在 就下這個花旗心 你的花旗心可能有些不同 我這個是這樣一片片的 散裝一片片的 你可能是一條條 不要緊的 那放多少呢 我覺得用一個手掌 OK 起碼放兩片 好 接著呢 我呢 就會將那個Slow Cooker 裝到大概 一半水左右 現在不是很夠的 滾水下 那我現在不夠的 就加少許冷水 半個Slow Cooker 半個Slow Cooker 接著呢 你拆了電 放在周圍都 沒有東西會著火的地方 就弄到它小火 它通常呢 有幾個 Level High Low 以及Keep Warm 那我呢 就做一個Low Low這裡呢 你預計了整天 出了街回來 就剛剛喝了 那麼 記住呢 Slow Cooker呢 它那些水的份量 是不會少的 所以你不要倒太多 你現在放多少呢 你煮完的時候呢 也都差不多是這麼多的 你出去上班 之前呢 丟了半鍋 丟了一些骨 丟了一些花旗參 拌勻 有它 弄小火 那你下班回來 8個小時 9個小時 10個小時之後呢 回來 就關掉它 加少許鹽 試味 就可以喝了 OK 那待會搞定呢 我們再說 煮了整天之後 這個Slow Cooker 雞骨 煮的 雞骨 嗯 花旗參 很棒的 你可以試一下 記住呢 就是 滾水落 那麼 半個鍋 大概 Slow Cooker 落兩大大小小小的 花旗參 做些雞骨 那些雞骨 那些雞骨 就從哪裏來呢 就是有時候 你買了些雞 肉 用來炒 有些雞骨 又或者呢 你就這樣買兩隻大雞腿 放進去 煮了整天之後 就軟了 那隻大雞腿 撈上來 蘸豉油送飯 OK 那些湯 和花旗參 可以吃 只要你是 在Slow Cooker 那裡 半鍋水 譬如這個 是拌的 是不會有事的 你可以去上班 整天回來 OK 為什麼我不用 HIGH HIGH 我就覺得它 猛火的 因為你吃 8-9個小時 出去整天 OK 你們可以試一下 記住 半鍋水 Slow Cooker Low Heat 可以出去 整天